Hello大家好,我是博博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是如何高效的管理时间 只需要三步就搞定 这三步为一不做,二不休 不对,是一做,二不做,三是同时做 如果你是需要找工作的学生 或者是职场新人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每周为大家分享求职技巧和职场经验 教你如何升级,通关,抓小怪兽 今天想分享的这个时间管理的三大步 是我多年血泪打拼时里面总结出来的 我当年读博士期间还兼职做工程咨询 同时还做了一个舞蹈队 忙的时候是鸡飞狗跳 恨不得一分钟能掰成两分钟用 如何能够忙得有效率 就得逼着我做各种办法 那废话不多说 这三步,一做,二不做,三是同时做 是什么意思呢 一是做计划,make a plan 有同学一听到这个就开始要关视频了 这老生常打呢,不要听了 先不要忙着关啊 这里做计划是个听起来很基本,很无聊的一步 怎么样做计划才能够真的去把计划给实现了呢 这里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三个小的技巧 首先第一是要make a plan with not enough time 也就是说要做一个计划需要有紧迫感 这个其实也不是我原创的 是我当年不知道哪里听来的 觉得特别有用 就一直记下来了 为了做视频我还去专门找了出处 免得别人说我抄袭啊 原文是这样的 to achieve great things,two things are needed a plan and not quite enough time 我当时听了觉得提服关顶啊 会想你想啊 你什么时候效率最高 是不是就是考试的那两周 是不是就是dayline的前一天的晚上 如果你不逼自己一下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弱 啊不是 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潜力有多大 所以在做计划的时候 就要提前给自己制造一种这种紧张感 如果这个事情一般要三天完成 给自己定个小目标 这个两天半的时间就完成 或者一般你一个小时能够做完这个作业 在这个小时里面再加上一个做完这个作业过后 你要预习一下下面一讲课 也就是稍微加一个20%左右的难度 就也不要定的太难 这个完成起来太费劲啊 就最后你完不成也影响心情嘛 做事心情最重要 那加一点难度 然后又完成了 那可以奖励自己一下 就把多出来的一点时间作为娱乐时间 你刷个微博呀买点东西呀 对啊就很有成就感 第二个小机场呢 是可以把类似的任务放在一起 这样的目的是能够减少不同类型任务之间转化 会需要花掉的时间 比如你上午安排了做作业 那你还可以把类似的要预习的功课 或者要回复邮件都放在一起处理 如果在短时间内太多就是要换来换去 一会做作业 一会又去收拾一下房间 一会又去锻炼一下 就容易这个精力很分散 再回来预习或者回复邮件的时候 就需要重新这个集中精力 就很浪费时间去重新整理一下这个思绪 但这个也不是说你就一天就只做一个任务 那一天下来肯定也很无聊嘛 我一般就一个小时为单位 这个小时里面做一个类型的 中间休息一下 下面一个小时可以换点其他类型的 就感觉有点意思 就人活着要那么枯燥的话 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对吧 第三个小技巧 是根据你自己的一个生物中来管理任务 管理最重要的任务呢 都放在你经历最好的时候 就每个人的生物中不一样 你要根据你自己的习惯 主要现在一听别人讲时间管理 就那些成功人士都是什么 5点钟起床开始跑步之类的 我是做不到啊 我是那种早上一起来我就特别饿 我一定要吃很多的早餐 而且我还得休息一下 我得消化一下对吧 我才能够有精力开始做事情 所以我一般早上可能90点钟的时候 和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 我发现是我自己经历最好的时候 所以我一般早上会处理一些很重要很严肃的内容 比如像写报告之类的 就晚上的时候呢 我反而是那种脑子里面很活跃 就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 就很适合做视频的编辑呀 或写一些文案之类的 就需要有创意的事情 但我中午的时候呢 我就是很困 中午吃完饭 我就很适合 比如刷刷什么北美省钱快报呀 就强点打折的东西什么的 就很提神啊 那有同学说 我就是凌晨两三点了 我才有灵感来写s 那个也可以啊 大家可以自己摸索一下自己的习惯 因为我觉得要按自己的习惯来安排自己的时间 这样子你才可以最可以坚持下去 所以总结一下 要怎么样做计划呢 这个计划要首先要有一点紧迫感 能够把同样的类型的任务放在一起处理 同时要按照你自己的习惯来进行安排任务 第二条 二不做 你说时间管理 那不是就是要做更多的事情吗 为什么还有不做的东西 这个时间管理加法很重要 其实减法也很重要 这个减减更健康 时间是减出来的嘛 你每天在安排今天要做什么时候 你给自己立一个flag 我今天不做什么 或者我会少做什么 就哪些任务呢 就是和你要完成的任务 这相对来说不相关的事情 我是那种写5分钟的论文 可能花半个小时去刷视频什么 才可以缓过来那种 其实这样很不好啊 所以后来就每天都做规划的时候 就自己专门列一个任务是 今天上午在工作的时候都不能够看刷手机啊 或者包括看视频啊刷微博什么的 当然如果有同学说啊 这个脑梁就是要当网红 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刷手机 我跟我的粉丝要互动 那当然这个也不算就无意义的事情啊 就主要是你分析一下 你每天做的事情中 哪些其实是在浪费时间 就是跟你要完成的主要的任务 不相关的时候 在做自己时间的安排的时候 你专门提出来 就是让自己有意识的是说 去少做这件事情 这样才可以省出来更多的时间 来给你好好的安排你应该做的任务 那第三条就是分析一下 你这一天的任务中 哪些是可以一起做的 当然这条也并不说适合所有人 有些人就说我做事的时候 我就只能够专注的做这一件事情 但即使是这样 其实你也可以分析一下 有哪些是比较轻松的事情 是可以搭配着一起做的 我还有一个小技巧 就喜欢这个体力活 跟劳力活是相搭配的 比如你上班上学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个时间听一些讲座呀 视频呀Podcasting呀 或者现在还有那种audiobook 就直接给你讲书的 这样你就不用专门找时间来看书了 我还喜欢在上下班的时候 安排一些电话会议 这样最省时间 也不会觉得路上很无聊 即使是一些娱乐性的活动 就搭配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这样也算是省下了 专门的时间去休息娱乐 比如我锻炼的时候 我会去Dream里去 那个做饭的时候 可以听听一些好玩的视频 上厕所的时候 还可以刷刷小红书什么的 对吧 这样搭配着来 一天下来 就也感觉自己有很多娱乐活的 就也不会觉得自己过得太无聊 太苦逼呀 所以我的时间管理的原则 就是一定要过得愉快 你要过得开心 对吧 才是有意义的一天 好了今天的分享都到这里 但先不要着急观视频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进行时间管理 我们华音学院 还为大家设计了一款worksheet 里面分开着列着这个 一做二不做三要同事做的一样表格 这样可以大家免费下载 还可以打印出来 这每天可以用这表格 来设计自己的时间安排 是不是很贴心啊 那怎么样获得呢 那你就看一下这个视频介绍里面 记得要求下载哦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麻烦点个赞 关注我的频道 如果有什么想要的视频类型 都可以给我留言 或者还可以加我个微信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